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 老闲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老大说为您带来的刀毯直播比赛解说 带来今天的最后一场 颠覆联赛第七赛季TS7的胜者组第一轮比赛 VP对战老跟爹币无三的第三场 前两场比赛双方也是打成了一个一比一平 这场比赛VP并没有吃一欠掌一致 没有扳掉这个女王 看看是不是要自己要拿 前两场拿出的是马格纳斯加上巨魔 扳掉的是夜魔和全能 三四手扳掉了神牛和丽娜 老跟爹这场比赛前两手没有变化 后两手是扳掉了发条和术士 前两手抢人方面一抢沙王 二手补了一个冰魂 对方是马格纳斯加巨魔的一个马具组合 看看这场比赛第三手VP又是拿出了上古巨神 大牛这个英雄 看看老跟爹这场比赛在拿人方面会不会做什么调整 哎哟 拿死问了 AME的死问又出现了 不过这场比赛 马格纳斯这个无视魔扁控加上巨魔这个点还真的不是特别怕死问 你别说 看看VP的第四手拿人 VP的第四手拿人 VP这个阵容现在还差个中单 差一个 差个中单 差个辅助 中单位这场比赛不知道会不会拿龙旗 我觉得可能性很大啊 因为本身 龙旗就是作为一个打死问不错的点 那么这场比赛他们如果拿一个龙旗出来怼死问的话 也还是一个 应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吧 看看老跟爹在第四手的补位上面 中单这场比赛其实还是可以拿女王这个点出来 话说第一场比赛他们拿死问的时候 中单拿的是谁来着 我们一点印象都没了 之前这个老跟爹打NP的比赛 老跟爹打NP的时候 他们拿死问这个英雄出来的时候 中单放的是帕克 中单放的是帕克 也是一个A出来的这么一个阵容 看看老跟爹会不会还选择去拿类似像帕克这样的中单 其实阵容方面 他们已经拿出来的体系不会出现太大的一个变化 比如说我们可以参考就是在最后一场比赛当中的这个 老跟爹的这个阵容体系 拿的是帕克加上死问 然后蝙蝠 A还有发条 现在他们的选择在中单的位置上 没有选择拿帕克是拿了一手蓝猫 拿了一个maybe的蓝猫 哎呦这个祖传解读英雄一下掏出来两个呀 中午给大叔烤一袋羊蛋羊宝 我去 我留着鼻血就回家了 我跟你讲 留着鼻血就回来了 看看这个VP再拿出光法 光法这个英雄其实VP拿的不多 这个不是一个他们的常规体系 不过光法加上大牛这两个英雄 这VP是铁了心要拖大后期呀 这两个英雄在守高地能力方面强到爆炸可以说 但其实有一个英雄特别完美的可以克制VP这个阵容 就是拿一个剧毒出来拿蛇瓣上高 或者拿小歪的这个小歪的蛇瓣上高就好了 到达大叔你这个别说让我休息三个三四个小时 这场比赛结束以后的时间应该在十点半左右 十点半左右我从我们家这到公主坟也要一个多小时 差不多一个多小时才能到公主坟 所以没法休息 根本就不可能休息 这场比赛最后一手老干爹自己搬掉了女王 因为哪里中呢 自己拿了这个蓝猫 自己选择搬掉了女王 没有去搬这个龙旗 VP在最后一手搬掉的是一个海民 防了一手对方这个救人的英雄 看看在最后一手的位置上 杀王这个英雄给老十一和给这个维多利亚的效果差不太多 选择还是果然是给老 阵容体系你看老温迪这个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就是他们在和NP打的时候都一场比赛阵容 三号位的位置上也是放了一个蝙蝠 死问还有AA 区别是中单的这个帕克换成了蓝猫 然后维多利亚的这个发条换成了一个杀王 但其实功能性上面差的不是特别多 VP这场比赛的最后一手 给拉米西斯拿了个虚空 哎呀这个阵容真是拖大后拼了 这场比赛 VP这场比赛是直接想要把这个比赛拖到一个 如果他们打的顺的话 这场比赛的VP是一个24分钟的节奏点 24分钟开始强势期 然后打的不顺的话 这场比赛 他们这个阵容如果愿意拖就面对老跟爹这个阵容 是很容易拖到一个小时以后的 拖到60分钟以后是很容易的 VP这个阵容 但是其实60分钟以后的绝VP处理的铁定不如 老跟爹啊老跟爹这种队伍你跟他打60分钟的局 简直不要太开心啊 有几个人能在60分钟以后的局跟老跟爹这种队伍去耗的 还真是少见 尤其是VP这种30分钟的男人 当然了30分钟已经很男人了 看看这场比赛VP的一个实战发挥吧 从阵容的角度上来讲 摇地的这个冰魂只要这场比赛打的别太浪 就稳妥一点 团战的时候可以保证自己的大招能甩出来 那么团战方面没必的 就是老跟爹这个阵容还是不算太难打 不算太难打 但是这场比赛VP这个阵容 这个团控太多了 马加纳斯一个无数抹免控 虚空一个无数抹免控 然后大牛的一个CTE三连 再加上巨魔的这个平A的一个输出和光法 大波的一个补给 这样比赛确实VP这个阵容容错率是真高 这个真的不是一般的高 Noran这个地方还专门 跟这个死问啊 跟AIME打了个招呼 看看VP在这个比赛 这场比赛当中的一个实战发挥吧 这个比赛采取的这个赛制呢 很单纯啊 也是我们其实很久没见过的一个赛制 就是八支队伍打双败 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八支队伍双败的一个淘汰赛 这场比赛老跟爹这个阵容基本上是一个强制自己这个阵容 需要去抓人上高 因为你阵地战想站桩去上高 首先自己没有能够去耗塔的人 第二个是对方这个阵容在处理你的耗塔的这个能力上面 你还知道耗不过他 这个大牛的CT加光法的这个输出确确实是耗不过 还有包括这个马格纳斯的大波 他的一个震荡波的伤害其实也是蛮高的 老师这个地方过来又是勾兵啊 出击抢服方面呢 也是没出现什么太多的一个意外了 这里又是一个杀王过来中路去蹲 不过这场比赛杀王中路去蹲这个蓝猫的话 打对方这个巨魔还是没什么太明显的优势 下路 摇地给推回来 结果正好是在塔的这个攻击范围以外 没推进塔有点可惜 这个要推进塔的话可以耗掉不少的血 AA作为一个初期给自己的中单养吃素的一个人来说 他本身这个吃素就不多 补给就少 大叔现在猛马的A仗你觉得优先极高 猛马的A仗现在使得不要不要的 千万别出 我见过无数场猛马出一仗的局 没有一场赢的 4200我间的装备跟没跟没有一样 你完全感觉不到这个装备的存在感 老11看一下这个蝙蝠在上路这样比赛的压力呢 应该会小一些这里就聚魔冲上来 哎聚魔聚魔这波感觉是要出事情 只能是边境战往那边跑了 这里对方的这个蓝 对方这个大牛有点没搞清楚情况 被骗了这个大牛 再一个平A放一个影子 直接把自己的这个伤害打出来拿到一起 这样的蓝猫前期就是一无减肥漂亮 拉米西斯在上路的这一波击杀 在双方拼血的这个过程当中 还是拉米西斯等到了自己的一个石家漫游的CD 那么直接是跳过来把这个血回上来 虽然是回了一点点 但是还是拼掉了这个老11的蝙蝠 老11这波被对方单杀 以后等级是落后了一级 有关键说卡了是吧 你们稍等稍等稍等 我忘了那个什么 我忘了把那边那个宽带换了 那边宽带忘了换了 不好意思啊 咱们这边这卡的问题马上就好 马上就好 现在应该就没事了 我刚才这个忘了这个换宽带的事儿了 看这个神服啊这个圣坛这个地方杀王 杀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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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王这个地方还在被对方大牛在追 大牛这里再给一个平A自己加速到时间了 下UC还有一段时间这波没有追死杀王 下路的马格纳斯现在混的也是比较艰难 到目前为止只有两个正步 一个正步 作为一个有大波的男人 他到现在为止只有一个正步 还是稍微有点乏力 看一下这个信使 一下 收回影子来 想追还是追不上 这个信使 飞行信使跑的还是比较快 再加上鞋也比较长 拉美西茲的这个虚空又是被叠了四层油A了两下 一个跳加上一个魔棒把自己的血量给拉回来 中路的补刀方面现在呢两个人差不太多 那么死问的这个正反补现在还是远远的领先对方的这个一号位 虚空到目前为止的这个正反补只有九正三反 一号位的虚空跟老十一的蝙蝠对单的情况下 虽然说他不容易被杀 但确实也是不好发挥 发育上面的这个难度确实也是稍微大了一点 这里有一个眼是看到了对方的光法 那么落地的是一个大牛 大牛的这个 大王这里 哎这个穿刺太短了 追不上对方这个光法 光法的移动速度上面还是确实是有他自己的一个先天优势 你得看一下 弩万 这个位置 沙王的这个穿刺 拉一下 漂亮 这里居然是提前胜利级拉 这个没必的加点确实还是比较灵巧 哎呦 这一脚踩 沙王居然是躲开了 沙王再继续追 给一个平A就死 一个平A就死 对方的这个巨魔漂亮 这个位置 反杀猫 扑一个沙子 蓝猫过来以后再往上追 放一个魂 我杀不掉你的巨魔 反正杀你这个大牛也可以 哎你这撞魂什么意思 光法这个大波 波死了一个沙王 这一波感觉追的有点太凶了呀 而且诺万刚才巨魔 再利用肉杉的这个视野上面去秀对方这个地方操作非常非常的亮 利用这个地方卡了一个视野 其实这个操作有点类似于什么呢 就类似于就是上高坡的时候 你在可以走到这个高坡上来以后 然后等到对方往上追的时候 你要说你马上往下走 这个时候对方会因为一个短暂的视野的一个消失 他会拉出来一段距离 如果对方这个时候再反过来追你 你还可以再上来然后再往下走 你可以这样来回秀对方一次 这样的话可以给自己拖出来一些时间 而这一波双方的一个智商上的较量是VP这边是占优了 这死问在这个下路的发育到目前为止还是相当的顺 主要的反补也很多 反补多的话就意味着他等级会比较高 看看这个为止的这波野怪 两刀利用剑射直接把这个兵线给收掉 巨魔这个地方过来去抢一下 这里只有死问一个人 死问这里也没有什么战斗能力 这里给了一个锤 不过没有抢到这个野怪 野怪还是被对方大部分都被对方给抢掉了 这里大牛给一脚CD踩住 马格纳斯想要顶 但是没有找到机会 这毕竟这个踩的等级只有一级 对方这个 这里锤一手火的伤害很高 这波自己送了 大牛这也走不掉 完蛋 这波连送三个人 往回顶一下 杀王给一个穿刺 老跟这VBJ过来 蹭一波经验 美滋滋 老十一拿到一波三杀 顺便嘲讽一波 杜皮朝天 杜皮朝天 杨勇一波 这波送的太过分了 VB这波送的真的有点太离谱了 哪有这么送的 往上 巨魔这个英雄 前期在面对对方控制比较多的阵容的时候 真的挺乏力的 这个英雄真的不能往前浪 他浪上去后 很有可能就是刚才这种结果 这蓝猫飞上来以后 拉一手 杀王这里给上一个穿刺 这帮大牛给上一个CT 掩护一下 再给一个C 蓝猫这里还可以再打一波 杀王马上有下一个穿刺的CD 但是没有蓝 没有蓝 这个大牛的CD 还是又是救了自己 这个去巨魔一波 光发这个地方 看来是打了波 也把自己打的也是比较惨 上路拉米西斯的这个虚空 现在是7级 补刀方面是追上了一些43-21 你别说这个拉米西斯补刀补的是真快 刚才在别人有20多刀的时候 他才只有个为数的补刀 这段时间拉米西斯居然是把自己的补刀给追上来了 经济方面现在老干爹是领先了1500左右 8分钟 现在经济第一的是蓝猫3600 第二是死问3500 对方的这个拉米西斯的虚空是3200 巨魔2900 蝙蝠这样比赛 老十一没有选择去做这个跳刀 因为这样比赛没有上一场比赛那么顺 上一场比赛老十一我估计在自己反应过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身上的村官已经两千了 所以干脆别的什么装备都不做 直接奔着挑刀去出 不要听 我要听百分比 我给你们算吧 现在这个差距应该是 10% 差不多 差距应该差不多是10% 这里征落过来怼波这个蓝猫 蓝猫这里走不掉了 被对方一套技能直接带走 光法这个大波还是起到了比较之分重要的一波输出 你可以看到这波在击杀的过程当中 巨魔打了298 光法这个大波打了210 虚空垂了258点伤害 老挖的这个巨魔 老挖的这个巨魔 来看大牛 大牛 这场比赛VP这个阵容就是团战 这个容错率实在是太高 这里飞上来以后强行追一波对方的巨魔 但是自己把自己的蓝打空了 自己把自己蓝打空了 AA的这个大招飘过来的方向并不是很理想 而且他这个AA的大招其实应该早一点放 另外就是蓝猫在自己只有这么点蓝的情况下 强行飞这么远过去追人 也不是一个很理想的选择 蝙蝠这开火过来 蝶油蓝猫飞一下 给一个减速炸一下 不用放大 这个蝙蝠也没加大 蝙蝠这场比赛 木的附体 八级蝙蝠没有加大 其实刚才AA的那个大招啊 放的是他 想的是蓝猫飞过几以后 给上一个拉 然后给上一个平A 可以让这个巨魔在原地被控一招 然后减速一招 自己这个大招肯定砸中了 这个蝙蝠看着对方的光法以后也是没什么欲望 对方这个光法主要跑太快了 移动速度400 蝙蝠这边的移速才只有355 这还是在自己身上有草鞋 有绿杖 有这个战鼓的情况下 对方的这个光法在没有自己的这个绿鞋 没有被打断的时候呢 足足有 诶 这里这张TP 对方 虚风 你这也放大 这个大招放完了的话 会导致自己的队友有一段时间比较弱势的呀 他的这个大招现在最好把所有的大都留给对方的蓝猫才对 因为他的大招一旦没有了自己的队友在正面战场上面就会比较僵硬了 而且我这边非常愉快的还露了个人头你敢信 我在看上路蝙蝠被杀这波之前是九喀扎的一个马纳斯在下路被怼了 刚才那个位置 关键是他大招放出来以后两个人去杀了对方的一个蝙蝠 这个不算很赚啊 不过终结了一个蝙蝠的主宰比赛拿了400多块钱倒也还可以 因为现在这个虚空前期的大招CD过长140秒一个 这都快赶上数十大招的CD了 其实这个CD有点过长了 诶这个看一下这里过来还在找还在等人 对方这个时候过来的人有点多 过来的人有一点多蓝猫这里接着在刷这波野 诶这个蓝猫这是什么意思 比赛虚空选择出的是一个蜂脸 蜂脸加上散尸 这种蜂脸蜂脸散尸的虚空输出还是比较高的 这也是我个人比较推崇的一种虚空的一个出装的方法 就是夹腿蜂脸然后直接做散尸 或者夹腿蜂脸以后拿单刀过渡一下 拿一个单刀在身上然后去看一看 适合去出散尸这个道具 还是直接适合去做更大的装备 这个都可以选择 巨魔掌比赛是相位单刀 目前装备方面死问经济上还是全面领先 不过双方一直都没有太多的一个接触 现在死问能做的也只有去刷钱 第一件装备选择都是在蜂脸以后 先做一个天堂 也是用来去针对一下对方的这个虚空或者是巨魔 这两个点因为都是这种物理输出 而且是纯靠平A的一个物理输出 打死问这个虚空封脸打死问没有太大的问题 因为虚空封脸打死问的目的在于就是在跟你平A对A的时候 我依靠的是看脸的这个被动 能够把你打晕 然后造成个尽可能多的输出 以及在我大招把你罩住的这段时间里面 形成一个尽可能多的输出 他不是为了在你双方谁都没放技能的时候 平A给你拉过来以后 两刀直接剁死 这个CT没有来得及踩住 虚空的大加上大牛的大 这里巨魔开大开始给输出 拉米西斯也是开始封脸一顿平A 先带走了死问 A在打砸过来以后 苏妙开始去输出 这波蝙蝠烧 9%的一个马格纳斯也是直接被带走 这里还有一个虚空 还有一个封脸的虚空 这个封脸的虚空给了一个锁CT 四个技能全锁 老实一走不动了 但是这个也不敢追 不敢追 这个位置 这波可以 这波是死问的一波一换四 最终的一个结果还是好的 只不过死问作为全场第一肥的一个男人 这波死了 其实多少有点伤 好在是Mayby没有死 而且Mayby这波拿了两个人头 那么这样Mayby的经济 就是快要追上这个死问了 我又把那个Mayby说成苏妙什么 好吧 我就口胡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看着Mayby的这个 反正看着他的这个ID 我老是第一时间就是苏妙 可能确实我经常拿这两个人做比较吧 口胡了 这个大家多多自我批评 大家多多自我批评 上这给人一个参赐以后 打一个平A 其实我已经在尽量的在克制自己 这个把自己这个 说对了 尽量的在 在控制自己了 拉米西斯的这个封脸在刚才的这一波团战里面其实还是起到了一些作用 而且这场比赛在有队友这个马格纳斯给授予力量的情况下这个虚空出一个封脸在大招照住这段时间里面是可以打出来相当高的一个输出 那么这一波虚空蛇里面的大招还剩下十秒钟就又可以找机会了 马格纳斯的大招其实在这几波团战当中都没有起到作用 不过这个马格纳斯是刚刚拿到自己的跳 这一波团战有可能是VP翻盘的一波 这个蝙蝠上来跳 拉 A大招给出来 死问上来两刀直接剁死 对方的这个大牛CT 全空 看看这个虚空过来锤一下冰魂 马格纳斯一个大大撞一个波 蝙蝠过来以后看看维多利亚的这个沙王大招摇出来了 再追拉米西斯 拉米西斯这里被挨一个锤 蓝猫过来打一套还差一线 没有跳走 大牛的这个大招也空了 死问再继续往前追 大牛的这个 大牛这个CT被这哥俩完美的躲开 特别是AME也是依靠自己的一个站位 完美的站到了对方这个本体和幻象中间的这个位置 躲开了对方的这条CT 蓝猫这里完成了一波双杀 那么对方又是一波被打了一波一环四 而且这一波是一个冰魂的一环四 另外就是自己的大哥全死了 就一个马格纳斯没死 这波团战老跟天发挥的相当相当的完美 可以说 另外就是这波团战虚空在自己有大招的情况下没有放出来 也是导致自己团战失利的一个主要原因 被对方的蓝猫加上这个死问垂住以后呢 没办法进行一个反扑 这波蝙蝠被对方给踩了一脚 虚空过来 放大 自己开封脸 锤 直接锤死了老十一 那么再过来打一波远古 可以把自己的这个 马上就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散尸做出来 这个虚空的输出 这样比赛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翻门点 虚空这种出装方式下车装备可以直接奔着这个什么蝴蝶之类的装备 他一旦做出蝴蝶之类的装备 这个虚空大招罩住人以后是肯定能秒一个的 就最少能秒一个 而且这个秒人是无解的一个秒人 你挡不住他 你老跟天选择两个大哥过来打一波盾 那么对方也没有人管 我靠这波盾应该是有了 大炮会对更暴力 一个音乐 相信我蝴蝶是虚空的输出质件装 没有之一 所有的输出装里面就是横向对比 能够给虚空提供输出提升 最明显的就是这个 看一下A的大招能不能中 没中 但是死了 这锤对对方的光法 这巨魔还是被追死了 老十一没有推推 跳刀还在 不舍得跳拉吗 还是想拉对方大哥 这里还是跳过来 拉住了这个光法 把光法直接锤死 上过二法的兵线也马上到 这波又是直接抓死对方的两个人 一个巨魔 一个光法 对方的虚空则是在中路过来去推线 上路的这个二塔兵线也过来了 虚空这个英雄只要做出蝴蝶来 后边配什么输出装 都是bug 真的就是bug一样的存在 这个家伙 留下这场比赛 在我队友能给上这个 这个兽与力量 看看虚空这波过来没有 虚空过来没有 虚空离得有点远啊 这个老十一 这里一个跳刀 走一波 留下火在这个正面战场 可以走了 可以走了 再不走要死了 不能退回来 那肯定死了 这波他肯定死了 该卖就卖 这波没有必要上 没有必要上 死问没有蓝 死问没有蓝 这波还要上吗 A的大事砸中了一个酒肠杀的 马格纳斯 维多利亚的大吊穿 三连打出来了以后 没有能够形成有效的伤害 这波可以走了 其实 这刚才死问没有蓝去放大 这波完全没有必要在正面战场 再跟对方拖了 死问现在身上的装备 是假腿封脸跳刀 加上一个天堂之己 下一个装备也是比较中规中矩的 去做这个BKB 这场比赛BKB这个道具 作用不大 但不能没有 没有的话 连对方的这个大牛的CT 他都需要去躲 本来对方需要躲的技能 就已经足够躲了 拉米西斯这里应该是想过来 吹一波蓝猫 有没有人带眼 有没有人带眼 没有人带眼吗 哎呦 这一波 VP的这一波 眼估计都已经买完了 他们这个眼 你看他们在烈士局的时候 这个眼都是插的 非常非常的防守 罗万在上路过来 守一下自己上路的 这个二塔 这塔反补掉 罗万有可能要摊这个车 有可能要摊这个车 没有摊这个车 但是也来不及了 没有摊这个车 但是也来不及了 这波直接A大招 砸上来 死问两刀剁死 毕竟是一个二级大招的死问 输出还是比较高的 现在 开完大以后 也400多攻了 看看这个高地大牛 这里再给一条CT 蝙蝠再上来拖一点时间 但自己这个真眼还是要掉 这个正面战场 他们不敢上 对方有一个大牛的CT三连 加上虚空的这个大招 加上马亚大斯给的兽与力量 你这冲上来一波 真的要命啊 这个东西 这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现在VP这个阵容 他们就只能寄希望于一波完美团 不过随着等级的提升 他们完美团的这个成本 也是为了 也高 虚空这里还在开了个风 这个虚空开风脸的习惯 真的是有点不太好 虚空现在在这个版本里面 一定是放完大招以后再开风脸 不可能一上来就开风脸 开风脸你什么都干不了 大招都开不出来 这场比赛的高地 作为老干爹来说 要想上的话 还是要等对方 因为VP这个战队 不是一个会守在高地不动的战队 蓝猫飞过来 拉住 大牛给一脚CT 蓝猫飞 这个有点太秀了 这个蓝猫太太想秀自己的一个操作了 想利用一个短程的大招 躲开对方的一招踩 但是又飞走了 以前刀打一的时候的风脸的声音 其实比这个刀打二的风脸的声音 听起来又霸气的多 老十一在这个位置 看看对方这个大牛一直也是在后边在蹲着 虚空这场比赛这个输出确实是有点可不怕 下一场装备准备去出一个林肯 林肯的话 这个虚空的输出装一时半会儿都做不出来了 而这场比赛现在双方的经济差呢 是在34%左右的经济差 一万的一个差距 总资产是四万对三万 那么经验方面是五万一对四万二 也差不多是一个接近一万的经验 从现在的单人经济方面 死问是全场第一 已经拿到了自己的BKB 加腿风脸 BKB天堂跳刀 武将装备已经起备 那么蝙蝠现在是跳刀 加上推推加上战鼓 蓝猫现在删上的装备是紫愿 加上一个18格雪晶 这个蝙蝠对方在自己家的野区眼做的是比较多的 这个没有打出被动晕 这一波虚空反而倒不放大了 也没开封联也没放大 其实这波他如果不想去开放大的话 应该开个封联的 你看这个就是标准的VP局 VP在自己劣势的时候 所有的眼都会放在自己家 一个进攻眼他们都不会差的 而且他们会在自己的野区里面放无数个真眼 把所有对方有可能形成威胁的 这个假眼的位置全都给你覆盖掉 这个就是最标准的一个VP式的一个防守 但是呢 他们的一个防守主要还是针对对方 来自己家里面去抓这个对方进攻的人 他们在抓这种对方在防守的人的能力上比较弱 山王接一个穿刺 A的大招砸过来 中 这样的话 巨魔这些还是回不上来 看一下这个虚空和马格纳斯 这些人怎么说 这里给上了一个子愿 马格纳斯直接被秒 光发两刀 也是直接被砍死 巨魔虽然没有死 这蓝猫飞过来 没有视野 这一个残影放晚了 自己没有蓝 这波应该是可以再继续扩大一下战果 但是没有能够成功 但是就是VP这支战队 他们在自己劣势局的时候 主动去对方办场 找人的这个能力是比较差的 他们在劣势局的时候 大家可以注意看 就是他们是不过河的 大部分情况下 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过河的 然后他们会一直不停的在自己的办场 去找对方过来推塔的 推进的一个人 这个是他们在劣势局的时候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思路 你看他们在劣势局的时候 自己家里面的真眼 会放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真眼 而且所有的假眼都会放在自己家 你看这个光法 这个光法现在就已经完全放弃了 作为一张的一个打算了 疯狂的在扑着人家一眼 就他们现在想的想法就是 我不过河等着你过来送 然后我把你抓死 然后翻盘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想法 所以老根天现在只要在抓人的时候 投入的兵率足够多 秒人速度足够快 抓完我就跑 对吧 抓完笔我就跑 这就可以了 这里插了一颗真眼 插了一颗真眼以后 这个地方对方并没有足够的人过了 但是这个VP这种防守 VP的这种猎势局的防守的一个思路 也有一个弊端 就是这种防守会陷入到一个 自己人在自己家里面疲于奔命的这种情况 对方如果来的人并不打算在这个地方待很久 他待完线就跑 待完线就跑 那自己每一次的人员的转移 是很大规模的一个转移 最少是三个人以上 你看这样比赛VP AVP这应该是要开悟 想办法 这应该是想着要开悟 但是好像没有悟 有人有悟吗 我刚才看了半天没有人身上有悟 你看他们现在就是五个人抱团 在自己家里面不过河 不敢过河 然后就发现没有人能够去带线 这个是VP这支战队 为什么在劣势局 都是他们会输的一个原因 他们在劣势局去刷钱 带线找机会开悟 这方面的能力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弱点 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弱点 你看就是不过河 五个人抱团在一起 他们都不会说出现 我一个人在前面带 四个人的开悟在后面蹲 这种事VP是不会干的 那么老干爹现在只需要 就是我所有的人都在一起 不让你找到太好的一个机会 我不落单 不落单在你的半场 被你找到太好的机会 那么我这场比赛 就不会出现太大的一个问题 他们跟MVP还不太一样的 点就是在劣势局的处理上 他们的优势局处理 跟以前那个MVP一样 他们在劣势局的处理上 特别的差 劣势局的处理 他们就只会现在这种打法 以前的MVP劣势局 跟优势局一样 就是出来跟你刚正面 跟你拼了 就这种 这边自己的眼 又是被老干爹 做的一个阵眼给排掉 现在还没有永续去带宝石 现在双方的经济差 是维持在了一万加 而且这个在逐渐的在扩大 这个扩大也主要是 在地图上的一个 刷钱空间上面的一个差距 还有就是VP 这个时候 他们永远是五个人一起行动 当他们发现一个人 都是他们会五个人一起过去 然后如果这个人 提前选择了撤退的话 你这个就瞎了 这里一个家眼 看到对方所有的人 正好卡在了这个真眼的有效范围以外 这里跳上来以后 强秒对方大牛 这里给上一个子愿以后 AA的大招 猪 漂亮 这样完美解决掉对方的 一样个大招型的英雄 蓝猫在追 找一下solo的这个光法 这里炸回来 两个瓶 哎 还好最后是让这个燃烧瓶 后续伤害给烧死了 这里老十一也是一波自信回头 这边打完了以后 这边打完了以后 老跟店没着急 先过来就打一拨肉山盾 你信了大叔的 听大叔信了VP 讲道理这个不是你信不信我的问题 我也没有想到VP会在决胜局 拿出过光法大牛马格纳斯啊 这光法大牛马格纳斯这种阵容 你说老肥杨老干爹 这个VG VG狗拿出这种阵容 我信 你这个 对吧 你这种队伍拿出来 这种阵容我信 你VP拿出这种阵容 你这不是在逗我吗 你这就好像是给一帮 一帮俄罗斯人 拿了一瓶这个韩国的真露 说今儿喝不醉 对吧 喝不高不久回家的那个感觉 这里蝙蝠拉住了以后 大牛这一个大招 蝙蝠走不掉 被这帮直接锤死 但是光法也随便 蓝猫直接过来给逮死了 你啥子再给一穿刺 大牛再一个 哎 这个大招瞎了 对头马格纳斯加上这个虚空的大招 打了一波完美团 死了给一个锤过来 两刀 剁死一个 马格纳斯过来再 砍这个火区 砍这个虚空 砍的速度实在是有点快 看看蓝猫过来再找一下大牛 再拉一下 再给一个平A 放一个影子 把自己所有的爆发打出来 这波是直接打成了一波五人团灭 那么最终这波是依靠蓝猫的一个盾 加上蝙蝠一条命 打成了一波对方的一个五人团灭 蓝猫 蓝猫现在扇刃的雪晶石已经是达到了25个 打了一波五人团灭以后 对方只有一个光法 但是这个光法距离自己的A仗呢 差的还就比较多 这蓝猫仗着自己这个25个 推进了防 推进泉水 这蓝猫直接飞出来 已经变态杀戮的一个蓝猫 这样光法在被击杀以后 对方的这个虚空站起来以后 没有大 大牛手里边也没有大 这个蓝猫又飞上来 找了一波对方的大牛 又过来欺负一波大牛 看看有没有机会 又是杀了个大牛 飞走 秀的飞起 A的一个大招过来以后 是刮到了一个巨魔 死了呢 大招应该C的已经好了 应该是已经好了 开大过来 两刀直接剁死拉米西斯的这个虚空 对方巨魔开启BKB过来以后 也是被 已经打GG了 已经打出了GG 好吧 那么这场比赛最终又是 老干爹前期的一个完美发挥 直接把VP这个打崩了 其实这场比赛 VP确实拿了一套自己 其实并不擅长的阵容 他们这支队伍并不适合 去用这种脱高地阵容能力 很强的这种阵容体系 其实像VP这个战队 他们现在这场比赛 拿出来的一个阵容 你给一些5000分军分 但是比较擅长 用这种阵容体系的人 打老干爹这个阵容 也不可能33分钟被推平 我就5个人全站在高地 大牛就放CT 然后光法就在后面推波 马格纳斯就在后面扔自己的阵荡波 也不可能被33分钟直接推平 还是VP这支队 他们自己一直就忍不住 总是想要出来打 总是想要出来打 那么这样的话也就导致了自己这个 节奏越打越乱 他们总是想靠着自己这个大招流的一个体系 出来打一波团 但是实际上他们这个大招流 是需要依靠对方的站位能够比较集中 比如说像上高地 比如说像打盾 只要抓到这样的机会 他们大招流才能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机会 所以这场比赛我们也可以看到 VP全场比赛33分钟 没有任何一个人输出上万 反观老干爹这边蓝猫打了2万1 死问打了1万7 蝙蝠都打了1万5的输出 所以这场比赛失败就算是清理之中了 人都入了33比9 老干爹这场比赛又打得非常的出色 好了 今天的所有的比赛就都给大家直播和录制结束 那么今天的直播和录制就都到此告一段落 咱们明天凌晨一点 凌晨一点还是在这个直播间 大家再见 感谢食言者综合10个主队友 咱们今天就到这 然后明天 明天咱们继续 感谢各位